大家好,我是塞塞 又到了塞塞跟大家說遊戲的時間 今天要和你們分享的一款遊戲 就是只要給我三個隊友 就可以打遍天下無力的遊戲 是不是很厲害呢? 如果你們都想知道怎樣厲害的話 記得幫我看完整條影片 還有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點個讚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塞塞開日非常感謝大家 好了,我們現在就說了這麼多廢話 趕快去片吧! 今天這遊戲就叫做 Ghost Recon Wildland 中文名叫做 幽靈行動 荒野 今次這款是 是塞塞比較少玩的射擊類型遊戲 分小一點說就是 戰術射擊類型 而且是配備很大的開放世界地圖那種 這遊戲是由很出名的 玉碧 Ubisoft 開發和發行 經常打機的觀眾應該也有聽過這個開發商 除了這款之外 刺客信條系列 彩虹六號系列 孤島驚雲系列 都是他比較出名的作品 所以本作也是一個系列的大製作之一 當時也是出品很好 而且這款幽靈行動系列 已經出了十幾代 雖然賽賽沒有玩過之前的系列 不過本作也有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雖然本作是屬於戰術射擊類型遊戲 但賽賽玩的時候更加覺得是開放世界潛入類型 因為本作的名字也叫做幽靈行動 如果用重型機關槍衝進去見癮就肥 就好像不太符合幽靈的意思了 賽賽的玩法也是盡量在敵人之情的情況下 以及不發出警報情況下 將敵人清理乾淨的 喜歡這樣類型的玩家 本作也是不用錯過的 當然啦 這樣玩的難度雖然會大了一點 不過賽賽也覺得很過癮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 在本作中 玩家都是控制一個小隊中的隊長 而所謂的幽靈小隊 來來去就是四個人而已 而這個小隊 在遊戲中就是虛構的 但他們其實是有根據的 就是源自於美國陸軍特種部隊中的偵察鏈 然後再二次創作出來的 即是說現實中 是有類似本作的幽靈小隊 而且他們很可能都是從事類似本作的軍事行動 所以本作的一個特點就是很有軍隊的感覺 因為開發商也想玩家體驗少少軍隊的造勢風格 如果對軍事感興趣的玩家 應該都會喜歡這種遊戲 那就是賽賽個人 作為一名普通玩家 本作也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 首先就是這次廣闊的開放世界 本作的故事是取材於玻璃維亞這個國家 基本上就是拿了玻璃維亞的一個省份 而造出來的地圖 加上這個國家是坐落於南美洲 有很多高山、湖畔等 所以本作的地圖算是又大又複雜的 而賽賽都建議大家玩的時候 盡量用直升飛機去地方 在本作裡面這麼大的地圖 而賽賽就覺得直升飛機才是最好用 最快捷的交通工具 因為開車要跑上跑下 而且還要兜來兜去 都是直升機方便一點 說起交通工具 本作裝機基本上你想得出的都有 小車類似摩托車 麵包車、裝甲車都有 有水的地方都有小船和小型的遊艇 而空中就是直升飛機和噴氣式飛機 總之玩家做完任務 就近肯定有交通工具讓你駕駛到下一個任務地點 而且賽賽我有時都可以整個裝甲車 直接開進去敵人基地裡 讓隊友亂吹 也挺過癮的 說回來 本作的背景故事就比較簡單 講述的是我們的幽靈小隊 收到新的指令 就是去玻利維亞這個國家 剷除當地的毒品集團 而本作中 這個國家已經被這個毒品集團控制了 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政府官員 大部分都被他們收買了 而小隊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堆倒集團的大BOSS 但是這個集團的規模已經相當之宏大 玩家基本上每走兩步就會遇到敵人 可想而知這個國家已經被犯罪團火控制了 加上大BOSS還會搞分化管理 把這麼大的犯罪集團分成好幾個部門 生產部門、宣傳部門、保安部門等 而每個部門都配備一個中BOSS 旗下有好幾個小BOSS 那本作的機制呢 基本上就是玩家慢慢找一些小BOSS 通過小BOSS去找中BOSS 然後搞定全部中BOSS 就可以面對最終的大BOSS 最後搞定大BOSS就算是通關的了 雖然故事是挺簡單的 但過程也挺錯綜複雜的 而且因為開放式的地圖 給予玩家很大的自由度 玩家想去哪個地圖打哪個BOSS才可以 賽賽我都很喜歡這樣的自由度 那撇除遊戲的背景 本作最大的亮點也是它的射擊感 大家都知道 有這麼多的敵人等著玩家去消滅 所以遊戲在戰鬥方面都比足功夫 賽賽雖然比較少玩射擊類 不過本作的槍械玩起來也是很順暢的 無論是衝鋒槍、敵擊槍、散彈 每款都感覺挺不錯的 不過唯一不多好的就是 槍械的部件全部都分散了 要去敵人等級比較高的地方才可以獲得到 例如說AK 一開始只可以有30顆的彈結合用量 如果要升級到50顆 就要冒少少險去高級敵人的基地拿 諸如此類 大部分武器想要最強的部件 都要花時間去拿 不過如果大家都玩熟了遊戲 就不成問題 槍械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 本作也有很多不同屬性給大家選擇 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這點賽賽都覺得是本作做得很好的地方 之前也說過 本作的小隊是叫做幽靈小隊 所以遊戲也鼓勵玩家運用工具去突顯幽靈的本性 第一就是 本作有一個隊友射殺的系統 只要把敵人標記好 然後等隊友瞄準好 玩家就可以下令射擊 加上玩家自己 可以瞬間清理最多4個敵人 而且還要是消聲的 這麼好用的東西 賽賽都推薦大家 一開始才升級這個技能 第二個就是玩家潛入之前 還可以用一架無人機 去標記敵人 基本上侵入一個基地之前 最安全就是用這架無人機 將全部敵人標記好 只要知道每個敵人的所在 就好做事很多 不過這架無人機 都要玩家慢慢升級 因為一開始它可以飛的範圍 不是很大 而且用一用就會沒有電 就需要玩家慢慢搜集之餘 然後升級它 總體來說 今次這隻幽靈行動 都適合賽賽的胃口 加上本作的射擊系統都設計得不錯 畫面也不差 不過本作也有做得不夠的地方 玩耐了就會覺得任務重複得很明顯 而且很搞笑的就是 雖然是有很多交通工具 讓玩家操控 但真正操控起來 就覺得有點不就手 飛機和船還勉強可以 但陸地上的車就操控得不太好 稍微按一點就會轉很大的彎 車輛的操控比起正規的賽車遊戲 是有很多距離 總體來說 今次的遊戲也算是值得一玩 賽賽都建議大家等特價再入手 今次的作品是三大平台都有得玩 而評分方面 在Steam上都有大部分的好評 而賽賽個人評分滿分10棵賽 這遊戲的得分就是8棵賽 OK啦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的影片 點下讚或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 我們下次見啦